欢迎各位收听安波足球快讯 曼联官方宣布 法国前锋马迪尔由于接受复顾勾手术 将需要缺阵10周的时间 马迪尔目前和曼联的合同 将会在今个夏天到期 而今次的长期缺阵 将会打消他在今个冬季转会枪离队的可能性 预计他将会在下季合同结束之后 以自由身离队 马迪尔本赛季至今 为曼联上阵过19次 共合过两个入球交出两次的助攻 他对上一次为球队出场 是去年12月9日 曼联对阵本利茅夫的赛事 他自此之后 一直因为生病或伤患等原因缺席至今 近期有传马迪尔 已经在进行登陆训练 无求恢复比赛状态 但随后有消息传出 他其实一直在处理团部的伤势 最终马迪尔和曼联的医疗团队相订 接受手术去处理这个伤患是最好的方案 我是阿斌 多谢各位收听 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记得给like 和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再share给你的朋友看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